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他们的目标不一样 我们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呢 我们应该是大乘佛教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这些都叫做大乘佛教 他们讲的都是大乘佛教 但是我们就是学藏传佛教的 学汉传佛教的人 就不一定是学大乘佛教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我们学的书是大乘佛教的书 我们念的经也就是大乘佛教的佛经 但是我们人有没有达到大乘佛教里面讲的要求 这就不一定 如果我们人的修心还没有达到大乘佛教的要求 这样子的话 虽然这本书就是大乘佛教的书 但是我们人不一定是大乘佛教的佛教徒 然后就是小乘佛教 小乘佛教 大部分都是也就叫做南传佛教 上桌布 南传佛教 云南的西双巴拿的佛教 也叫做上桌布 叫做上桌布 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 大乘佛教就叫他们小乘佛教 但是他们不认为他们是小乘佛教 这个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 他们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征得阿罗汉 首先解决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 他们还没有去想到要这个独中生 这样子的 但是就是他们的佛经里面讲的是这样子 最终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是什么呢 他证悟了以后 他自己证悟了以后 他把他自己的生老病死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他解决了以后 他不会再回来的 他就不会再回来了 他成为阿罗汉以后 他就是彻底的解脱了 他自己不会有生老病死的问题 但是他也不会再回来读终生 比如说佛就不一样 大乘佛教就不一样 大乘佛教成佛了以后 然后他不是从此以后就消失了 他就还要回来的 所以华言经里面就讲 我们既要超越轮回 但是不脱离轮回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超越 要突破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 要解决 但是我们成佛了以后 人还就是要回到这个地球 或者是回到这个世界 来干什么呢 就是目的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除了菩萨 除了再来的人以外 我们一般的人来这个地球 我们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没有什么 自己的安排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自由 我们去哪里 投生到什么地方 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 是我们自己的 找的爷 安排我们去哪里 就去哪里 但是成佛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成佛了以后 回来是来干什么呢 他是有目的的 有实名的 那是来帮助众生 来度众生 但是这个小成佛教 他没有这样 他成佛成 这个成就了以后 他再也不会回来的 这就是他们自己人为 这叫做涅槃 涅槃就是最终极的解脱 他解脱了以后 他不会再回来 这样子 那我们但是小成佛教 他们学的是小成佛教的佛经 但是他们的人 那有些人也许情况不一样 有些人有可能 他有很大的慈悲心 然后他也想读终生 有这样子的 总体来讲大成佛教 小成佛教 他两个目标就是不一样的 大成佛教 他的终的目标 就是来挽救 所有的终生 小成佛教 他就是要解决自己的 生老病死的问题 这样子 小兔悉了 最后是靠那一个语言 我真的肯定要解决自己的 是一个真正的